什么地方需要计算 什么地方需要通讯 IC就会在那个地方 地缘政治的兴起 需要两个以上的供应面 所以公司现在最主要的是 就是加强跨国人才的培育 人才在所谓的供应权里面 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我们如何去培养人才 那在过去的30年 我怎么样把产品做到最好 在哪方面最好呢 那就是五个最好 第一个部分叫做温度最好 在IC的产品上面 它的散热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部分叫做E-Electrical 把电信做到最好 第三个部分所谓的Mecanical 让它在各个温度 各个环境上面 不会有可靠多问题 最后一个叫做轻薄短效 我想各位知道 我的手机 我希望能够做到轻薄短效 然后我的cost做到越来越低 让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最好 其实半导理产业链的话 是跟着应用来的 半导理产业链 可以这样讲 IC半导理技术 是人类所拥有 操控自然界的讯号 然后来发挥 A效果的一个最精密最强大的技术 所以说呢 有这个技术以后 接下来就是看 怎样去满足人类的营业 在以前的电子产业 IC半导理 从最早的 从计算机啊 那消息产业 后来开始进入PC 后来开始进入网路 开始进入手机 后来加上智慧营手机 那变成个行动运算平台 一直到AI 其实事实上是看那个时候 什么地方需要计算 什么地方需要通讯 IC就会在那个地方 在5G AI HPC ADAS 各种新兴产业 对晶片高度需求的趋势下 其实未来在全球的产业中 一定会扮演关键的角色 那半导体国际人才 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 其实也要持续 增进其他产业的知识 然后保持创新的思维 Intel的创办人 Andy Grove 讲了一句名言 就是 Only Paranoid can survive 我想在这个产业里面 其实面对的技术的挑战 其实是蛮高的 同时呢 问题绝对是会不断的产生 而当问题产生的时候 怎么样快速的提出对策 然后大家一起把问题解决 这是我想 这是持续能够维持竞争力 一个重要的因素 台湾科技业已经 都往整个国际来做发展 那整个好处我们看到是 可以扩大市场规模 以及来增加业务的机会 以及收入来源 另外就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 国际化可以吸引更优秀的人才 加入公司 你可以提升整个研发 以及经营的能力 第三个 你要有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 进入国际市场 可以接受到不同的文化需求和产业 可以发展出更多元化的产品跟服务 最后是可以降低风险 在国际市场上分散业务 可以降低公司的用风险 让公司的营运更加稳健 但是有一些挑战 我还是觉得需要提出来就是 第一个是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第二个是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 无论是在local或者是在各个国家 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来跟你做竞争 第三个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跟政策的风险 公司需要花费时间跟资源来了解 并遵守当地的法律跟规定 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第四个成本增加 这个成本增加会因为你进入的市场的份额 以及深度不同 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市场开发的 以及文化适应的什么等等 台湾公司要知道自己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竞争 所以说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说 你是在全世界竞争放眼的是全世界的市场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现在必须要在里面 长出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公司 在竞争某个领域 但是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能拿到这个市场 表示你一定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 那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之前的累积 找出你的核心竞争力 在上面去发挥 摩尔定力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在系统的复杂度跟市场要求下 产业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来供应市场的要求 这些市场趋势 有些因素我们可以来看的 包含先进制程技术的持续远镜 因为有更小的制程尺寸 更高的集成度 还有更低的功耗 另外我们也看到智能设计和自动化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整个制造效率和产品品质 第三个整个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的应用 人工智慧跟大数据在半导体的制造跟设计 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利用 之前所设计跟制造 我们产生的一些knowledge 应用在生产流程 提高产品良率 以及减少故障率 第四个就是像物联网IoT以及5G的普及 这些的普及会带动整个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增加 包含低功耗的chip 还有高速通信晶片 最后是新兴应用的领域的发展 如人工智慧机器学习 还有autopilot跟虚拟实践 这些都会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的 更加的推进跟产品的需求增加 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会受到技术进步 市场需求变化和全球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随着物联网和软工智能的兴起 对于高性能的晶片和低功耗晶片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整个IC发展到现在是60年的时间 气势上你会发现到说 在这里面的话 事实上整个产业的进步是非常快 像摩尔定一样指数性的成长 它之所以能指数性成长 是因为在整个经济运作跟技术研发上面 的一个正向循环所造成 在技术上可行 但技术上可行必须要投入研发 让使用者愿意花钱来买 愿意花钱来买的话 让这些公司能赚到钱而用 这些钱再回头来来做研发 所以变成这整个正向循环 是让整个产业那种受益 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兴起 会加速技术的创新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的兴起 需要两个以上的供应人 所以公司现在最主要的是 就是加强跨国人才的培育 以及加速创新 以及如何运用人工智能 运用在产业创新上面 人才在所谓的supply chain里面 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回到这边我们如何去培养人才 绝对不是从研究所开始 不是从大学开始 而是生根蒂固的 我们可以从高中生开始 甚至从国中生小学生 就开始做这样的培育 然后呢我们只要知道 国家的策略在哪里 产业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就跟着这个洪流走 然后把我们的人才培育起来 这是我觉得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key factor extraordinaria 非常享有 czyの色彩 需要点採、桃 doit 所以我们进行大腿的参照 今晚会准备 需要學生你的資格 和 делают 加油 到辉拠 洗眼能 疫情 цен 海 kadar 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